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香港發生一單案件,就有一個藍色狼 在九龍灣偷拍一個24歲女仔的裙底 而且被人斷正拍到的怎樣偷拍人 我們一起看看新聞怎樣說 根據新聞報道,在香港九龍灣發生偷拍 和傷人案,在星期六五月二十七號中午十二點幾 警方接到一個24歲女人在九龍灣偉業街 一個室內位置的扶手電梯 懷疑被一個二十七歲姓陳的男人偷拍 有一個四十一歲男徒人阻止她偷拍 怎知被二十七歲男人打傷了 警方到場調查,亦都拘捕了這個男人 就說他是涉嫌非法拍攝或是觀察私密部位 還有傷人案件交由警方跟進 而這個見義勇為的男徒人 手、鼻、腳都受傷,送了醫院治理 有網民在社交平台鋪出一張照片 就見到在一個扶手電梯旁邊 有一個男人竟然伸手 去靠近一個女生的裙底 好明顯就是偷拍她的了 而這件事好像剛才上邊這樣說已經報警處理 有目擊的人就說 當時這個疑犯由室內被熱心的徒人追到室外停車場位置 一路上不斷有市民加入追著要捉她 最後將她制服了 如果你是看照片的話 就見到有很多熱心的徒人 就負責去制服了這個疑犯的了 而女事主都在旁邊了解什麼事 像我之前才說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由於科技太發達了 太多東西比以前容易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你以前如果你是要那些偷拍的裝備的話 是要買要好大塊的 你用個袋去裝住她的 但現在不用了 你可能呢 你上淘寶 你買一個兩三百元的針控攝錄機 你都可以偷拍到人 就算你不買針控攝錄機 你好像敢設你單案件那樣 你拿著手機去影人裙底 你都是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 那麼科技發達 令到人更方便 但是也是令到這些不快的分子 是更加之容易做到他們想做的事 是隨時隨地做得到 那麼當然也都有很多案件 是沒有被人揭發到的 那麼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